先赴于玻璃履玉坛天泉温泉会馆举办 2005南投温泉季系列活动 并结合自行车系列活动 进行为车友到场共享盛举 活动由中东肚皮舞团表演 轻松愉快的肚皮舞 及国立静南大学任务社精彩舞蹈表演 潮了现场气氛 副县长陈振生邀请全国民众来泡汤 骑单车品尝在地美食 先援吴国昌及地方雨等 也一起为温泉季活动站台 也邀请全国民众来体验温泉之旅 南投是最适合青石漫活的一个城镇 那在三个泡汤区 就是在我们府里天泉 以及我们国庆乡的冷泉 还有东浦一个温泉区 这三套温泉区各有特色 陈副县长表示 只是特别结合普里温泉区 自行车活动及县内特产 与观光工厂成果展示 让民众同时享受骑单车及泡汤热气 也可一时构筑本县特产 旅游大众主要在南投县 可以选择你们自己喜欢的一个旅游路线 相信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 也可以让大家去尝鲜 来尝尝南投县的一个美味 同时尝尝南投县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美食 游客王佳娇小姐听闻天泉温泉会馆 有红茶茶香温泉特地前来体验 她表示温泉有淡淡茶香 泡起来皮肤也感到相当划润 整体感觉也相当舒服 茶香的汤匙泡起来很舒服 而且有淡淡的红茶味 然后泡起来的时候会有美白的效果 真的很舒服而且很棒 那种淡淡的茶香跟一般的温泉馆 真的感觉都不一样 官网处表示 民众只要于活动期间 至特约旅游泡汤住宿 创上浴衣 海照上船 即可参加抽奖 值得奖项有东京来回机票 还有一系列的好看优惠活动 另一年书粉丝团也公布有温泉美食大补帖 只要分享南投温泉美食 并有机会重做好礼 活动详情请见活动官网 或脸书搜寻那旅男投粉丝团